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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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历史故事你听起来你就会发笑 但是你回头看 今天很多人的表现也是如此 1503年 哥伦布的儿子记下来的这么一件事 哥伦布往新航行 去往新大陆 结果航行到中途 到了亚迈加这个地方 船上就没吃的了 于是 哥伦布和船员只能寄希望于当地人来提供饮食 但是 提供了几天以后 船员就跟当地人发生了矛盾 有些船员偷了当地人的东西 所以当地人就断了饮食的供应 为了摆脱这个困境 哥伦布想到了一个妙招 哥伦布当时随身带着一本万年礼 在日历上标着说某年月日会出现日食 月食等等所有这些信息 哥伦布当时就把当地的部落首领找来 说你们不给我提供食物 已经得罪了上帝 上帝会发怒 月亮就会变红 然后上帝就会把月亮收走 当然 我们现在基本上都知道 在月全时发生的时候 也就是地球还没有完全挡住月亮的时候 月亮确实是红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雪月 但是 当时的雅买家人并不知道 结果 到了晚上 雅买家人就发现 月亮果然变红了 然后慢慢的就一点点消失了 当地人就陷入了恐慌 大家纷纷说 上帝要惩罚他们了 这个部落首领帮忙去求哥伦布 承诺答应哥伦布的所有条件 哥伦布就说 好 我去帐篷里向上帝祷告 让他不惩罚你们 但是我需要一点时间 然后哥伦布就走进了帐篷 其实 进了帐篷之后 哥伦布就是拿着一个沙漏 在看那个计时 今天咱们有天文学知识 肯定知道月全时的时间 也就会维持大概48分钟 到时候月亮就会重新出现 但是 这些雅买家人不知道 他们看到的就是 哥伦布从帐篷里出来 月亮也就出来了 然后哥伦布说 这时上帝已经听了我的劝解 答应宽恕你们 但是你们必须要给我们好好的提供食物 所以 当地人千恩万谢 给他们不断提供食物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 月全时这件事 它的发生背后自有其原因 但是在人们不知道这个原因的时候 往往只能把这个自然现象归结为一个神的作用 而这个神 本身就是人创造出来的 也就是说 人自己创造一个神以后 然后趴在神的脚下 成为了他的奴夫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拍世界文明史的课程 其实这个文明的发展过程 就是人类不断认识自然规律的过程 我们一点点的进步 唯的就是让现在的我们不再像当地的土著人那样 盲目地相信一个人向上帝祷告真的可以阻止月亮消失 我们现在知道 在日十月时的背后 实际上是开普恶行星的三定律在起作用 然后在开普恶行星三定律背后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人类搞清楚这个原因以后 对自然就不再仅仅是畏惧了 我们可以利用自然规律做很多很多事情 TrackGPT的技术基础是什么 从历史回到现在 其实TrackGPT的情况也差不多 背后是一个叫做语言模型的一个数学模型在发挥作用 换句话说 TrackGPT的背后是一个数学模型 在今天 这项技术显得很强大的原因主要是三个 第一 它用到的计算量很大 第二 它的数据量很大 第三 今天训练语言模型的方法比以前要好很多 那么 语言模型是什么呢 或者说它是一个什么时代的产物 它是1972年由我的导师贾里尼克 带领团队研发的一项技术 具体的讲 是它当时在IBM带着人来完成的一项技术 是用来衡量一句话或者一个语言现象有多么的可能产生 那它有什么用 它最初的用处是做的语音识别 后来是做机器翻译 再后来是做计算机问答 也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回答问题 当时它就可以做摘要 比如举一个例子 有一篇一万字的文章 那么你怎么摘要出十句话 能概括这一篇文章的内容 这对于做这个自然语言处理的人来讲 就是一个数学问题 也就是说 你的条件是什么 条件是这一万个字 然后你想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可能就是十句话 一百个字 然后这里头有很多种组合 你可以随便挑几个句子 也可以把有的句子拆成两段 把后面那些不太重要的修饰或者形容的部分去掉 然后 你也可以把两个句子合成一个句子 那么你在合成一段文本的时候 这个计算机就会计算一个概率 哪些句子合成在一起的概率比较大 它会按照概率帮你合成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ChatGPT 就是这个大的语言模型 它就是会挑一个概率最大的 最有可能发生的这样一个文本来给你看 所以总体来讲 ChatGPT生成结果的过程 是因为用大量的计算资源来计算的过程 它需要非常庞大的数据量来支撑 有很多很多的GPU电脑处理器 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ChatGPT是做不起来的 而且今天这个ChatGPT 其实不光是技术 还有很多人工在背后 他们还雇了一家公司 专门负责审核ChatGPT产生的结果 比如说ChatGPT产生了100篇摘要 都挺好我已经分辨不出来了 那么这些人就负责帮我分辨一下 到底哪一篇更像是准确的摘要 那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ChatGPT背后就是一个语言模型 而这一语言模型的技术 是1972年就已经有了的 到现在经过了50年 现在行业内其实大家并不觉得 它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在此以前 这个语言模型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 提到语言模型 Language Model 这个词最初是由我的导师贾里尼克提出来的 他大概在1993年的时候 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我是1996年到这个大学 然后成为他学生 那么这个词的中文 也就是你看到的语言模型 这四个字 则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 发表论文时候创造出来的 那时 只有我们这些圈内的人知道他能做很多事 但是你不会想到说 哎 这个事后来会被热炒 你可以这样理解 语言模型之余ChatGPT 就相当于开普勒的这个行星三定律之余月时 语言模型诞生之初是什么情况 那么在发明的当时 语言模型是一个什么情况 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 用简单统计方法得到的模型很不准确 这就相当于我打个比方 你观察行星 但用的是托勒密的地心说来预测 是很不准确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开始引入了语法 主题语意的很多信息 然后这个语言模型就变得很复杂了 复杂之后就又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比如我当时做过一个很复杂的语言模型 这个语言模型当时有多少参数 600万个参数 就是说这个语言模型大小 基本上按这个参数来定 我那时候做的已经是那个时代能做的最大 最复杂的语言模型了 我当时用的还不是PC机 而是20台超级服务器 然后大概算了三个月才训练出这样一个语言模型 所以你看它的计算量是非常大的 那么第一版ChatGPT 它用的语言模型参数是多少呢 大概是2000亿个参数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年的变化 所以今天很多人问ChatGPT在美国出现了 中国研究机构什么时候能做ChatGPT 其实中国的大部分研究机构是做不了的 不是说研究水平的问题 而是因为ChatGPT太耗资源 今天的ChatGPT 可能光硬件的成本就要差不多10亿美元 这还没算变钱 所以成本和耗资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如果开玩玩笑 问ChatGPT的最大奉献是什么 我倒觉得它对全球变暖是有很大奉献的 所以我想说的是ChatGPT这件事 它的原理很简单 但是在工程上要想做到 其实是蛮困难的一件事 计算机擅长回答什么问题 到了大概2010年前后 也就是13年前 语言模型能做到什么程度 我给大家看两个例子 这两个例子 都是我在2014年离开Google以前做的 当时我负责的是Google的自动问答系统 就是让计算机回答问题 不过因为这个产品是英文的 所以在中文世界基本上没有太露脸 我给你看一下Google回答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天是蓝色的 Why is the sky blue? 它的回答是这样的 太阳光透过大气层到达地球时会发生折射 空气中的气体会让不同颜色的光散射到各个地方 蓝光波长短 比其他颜色折射率高 所以看上去天是蓝色的 这是当时计算机产生的一个答案 公平地讲 这个答案比我自己写一段答案写得要更好 因为要解释这现象 你要知道不少物理学知识 而且这个句子看上去也挺合情合理的 而今天人们使用Track GPT的一个目的 就是让它回答问题 这里面我给大家做个拆分 其实我们问计算机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叫做简单问题 第二类叫做复杂问题 简单问题就是关于事实的问题 比如某某明星是哪人 哪一年生的 这都是一些容易的问题 因为它是事实 有明确答案 第二类是复杂问题 这也是大家觉得Track GPT非常惊艳的地方 它能整合信息 回答点为什么是蓝色的 好像它自己有逻辑一样 再有一个就是问过程的问题 比如说我怎么烤蛋糕 你能不把一步步写下来 今天我们问Track GPT怎么烤蛋糕 它可以把这个过程给你写的很详细 多少杯水加多少个鸡蛋 加多少面粉等等 它都可以告诉你 然后你根据它提供的答案 就真能烤出蛋糕 而且烤的可能还挺不错 这是大家觉得很了负责的地方 但是你要知道 这件事在2014年其实计算机已经做到了 而且做得很好 所以 这项技术本身并没有太多神秘的地方 计算机和人 谁更擅长写作 现在 大家热议Track GPT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觉得它能写作 比如说写一个工作简报 这是今天美国人用Track GPT用的最多的地方 我这周干了1234567 这七件事 哎 你看我就不用自己费劲的写了 我让Track GPT生成一个 然后再编辑一下子就可以了 但是 计算机写作这件事 其实你说难也难 说容易也容易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在2014年我离开Google之后 当时不太做编程了 不过那时候我还有一些计算资源 所以我自己在空闲时间会写一些程序 坐着玩 当时呢 我就让计算机写了两首诗 大家可以读一下这两首诗 第一首诗是个五言诗 这是用我的话说 叫做李白风格的一首诗 大家可以读一下 这首诗就是计算机自己写的 实际上你如果读一读 这个诗里还真有一些李白的这个特点 那第二首诗 我也把图片放在下面了 你可以看一下 先说一下 因为古诗都有评字一说 但是我们现在的读音和当时的读音不一样 所以我们也没去管这个评字到底合不合谷 但是这个我们单从它的内容意境来讲 你读的会觉得很顺畅 好 那么话说回来 第一首诗怎么做的 其实再简单不过了 你就把李白的诗放到计算机里 李白诗一共一零零零多首 也就一万来句话 这个对计算机来讲太简单了 它写的时候 就是把句子分拆开来 拆成两个字 三个字一组 比如空筹这是一组 异常安这三个字一组 然后他就去拼刚才我讲的语言模型 算概率 哪个概率最大 拆完了以后 我就跟他提一个要求 说要写一首异常安的诗 他就排列组合 生成出这个异常安 实际上就是这么拼凑出来的 第二首诗稍微复杂一点 但你知道这两个程序我写了多长时间 两天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让计算机写出一些还挺像样的东西 其实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它没有你想的这么神秘 或者说计算机写作本身没有这你想的这么神秘 那为什么这两首诗看起来特别好 因为这是唐诗 唐诗的格式是固定的 同样的道理 为什么用ChatGPT写周报写的好 因为周报的格式基本上是拉清单 那也是个固定的格式 包括 如果你读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这里头我跟你讲 90%的内容都是计算机写的 只是你不知道 写完了以后 人当然要给他一个主题 然后给他写的第一个画写的影子 然后给一个总结 起个标题 这是人要做的 为什么写财经文章比较好 因为他有好多的事实在里头 格式也是固定的 所以这件事他做起来就很好 我花这么长时间来讲ChatGPT的背景 实际上就是想说他并不神秘 不是一个什么很高深的机器在背后 一方面ChatGPT依靠的是一个数学模型 而这个数学模型1972年就有了 只是今天他的计算能力非常强 靠蛮力计算 那么ChatGPT训练一次要耗多少电 大概可能是3000辆特斯拉的电动汽车 每量跑到20万英里 把他跑死 这么大的耗电量才够训练一次 这个非常花钱的一件事 ChatGPT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影响 那么接下来讲讲ChatGPT对人有什么影响 那就要回到历史上来看了 每一次技术革命 其实它对人都会有一些影响 不过ChatGPT它不算是一项新的技术革命 因为这我刚才讲了 这个过程很长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 我们做了很多事 90年代到现在又有很多人做了很多事 这里头最大进步 其实不是这个语言模型本身 实际上是后来2000年左右产生的深度学习 使得训练语言模型能比以前准确了 不是简单的做统计 今天训练语言模型早已经不是简单做统计了 这才是ChatGPT能产生比较好的结果的一个原因 至于说ChatGPT对人能产生什么样影响 这个问题我先不直接回答你 我先问你 刚才给大家看这两首唐诗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什么特点 对了 这两首诗写的不错 但是你原来对唐朝了解 不会因为多了这两首诗会有更新的了解 因为ChatGPT它某种程度上有点像英武学舌 你先要说一段话 它才能跟着学 它说出来的声音可能很好听 但是它并不提供更多的信息 今天互联网上90%的内容都属于这一类 不提供更多的新信息 也不是原创内容 也不是自己的反悟 无非是东抄抄 西凑凑 目前抖音 快手这类短视频 我觉得99%的内容都属于这一类 没有营养 你读完以后可能觉得挺有意思 但实际上你在上面读了再多 其实对你没有任何帮助 如果说ChatGPT真的威胁到了谁 我觉得威胁到的就是这一类人的工作 就是说这个抖音上头那个做短视频的 或者发布一些内容的 ChatGPT会做的比他们好很多 你就想这样一件事 假设说有一群人天天把那堂诗三白手里头的句子翻来覆去的导饰 也能导饰出一些诗 那么ChatGPT导饰起来肯定比人坏得多 所以这项技术会对这一批人会有影响 那么什么人不会受到影响 就是内容创造的人不会受影响 为什么我会这么讲 还记得刚才我说的为什么是天使蓝色的这个问题吗 Google为什么能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在Google进行回答的时候 他大概把当时英语几乎所有的像样的句子都做了分析 大概有1000一句意义句子 那么实际上你会发现 在一些大学的网站上和NASA的网站上 他就有这个答案 只是我们把它拼拼凑凑 删删剪剪 就把它挑出来了 但是最早的物理学家做这项研究 把这个道理搞清楚 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 也是ChatGPT取代不了的 所以ChatGPT的工作相当于什么呢 举例子 托勒米创造出这个模型以后 那么每过一段时间 他们欧洲就会编一个大概几十年的一个日历 然后上面标上哪天有日时 哪天行星会怎么运动等等 那么人们根据这些规律 一好多本这个书 这个ChatGPT就相当于有好多本书 你拿着以后一看 说 某年月日会发生月时 答案就会很清楚 但是 背后真正有意义的工作不是印这个书 而做托勒米的那个研究 所以我认为 从历史上看ChatGPT 其实不算是一次技术革命 它影响到的都是那个比较懒的人 懒得动脑筋 创造新东西的人 真正探索人类支持奥秘的人 是不会被取代的 ChatGPT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影响 很多人问说 ChatGPT有什么新机会 坦率来讲 你没机会 因为太好资源了 你耗不起 那么什么人能够受益 那就是卖资源的这些人 我可以打个比方 就是说 在这个加州淘金热的时候 很多人蜂拥而至 去淘金 但我们到今天为止 还不知道 哪一个淘金者真的挣得着钱 没一个人把名字留下来 但是最后谁挣着钱了 是卖水的人和卖牛仔裤的人 ChatGPT也是一样的道理 大家跟着一起去淘金 其实你是挣不着钱的 但是在过程中 你还不断的要买水喝 买牛仔裤穿 最后就是这两拨人挣到钱了 李维斯Levis 就是那时候产生的这么一个公司 他就是做牛仔裤的 那么最后你可能是给几家大的 做云计算的公司在交钱 这可能是一个结果 好了 讲完了这个ChatGPT的历史 我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第一 不要恐惧 今天是很多人恐惧ChatGPT 就如同不要像当年哥伦布遇到的 雅乃加土著人恐惧月时 一样的道理 第二 不要勉强去找所谓的机会 该怎么工作就是怎么工作 我看有同学问我 说苹果为什么这个不做ChatGPT 我说这就对了 这就是为什么苹果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公司 利润最高 市值最多 目前很多所谓做这种人工智能的公司 到现在都在亏钱 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同学有时候 问很多太不着调的问题的时候 我就开玩笑的问他说 你的房贷还清了吗 你要没还清 你就好好回去工作 把工作做好 这才是对大家最有意义的事情 从历史上看也是如此 第三 你要识破这些所谓的阴谋家 或者想割你韭菜的人的那些把戏 就是说 如果再来一个人假装哥伦布说他是神的代表 然后他能祈祷上天能让这月亮出来 你不要信 所以你需要了解ChatGPT背后的一些科学原理 最简单的一些原理 像今天我讲的这些 你还是需要有所了解 祝本文来自吴君博士在德道上的分享 免得证明本文来自吴君博士 免得证明本文来自吴君博士 在马克思图一以前 世面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 马克思图一的唯物论 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唯物的 而且辩证地指出了 认识的深化的运动 指出让社会的人 在他们的生长和阶级作争的复杂的 经常反复的时间中 有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推移的运动 面银说过物质的抽象 自然规律的抽象 价实的抽象 以及其他等等 一句话 一切科学的 正确的 正正的 非价实的抽象 都更深刻 更正确 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 马克思电灵主义认为 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 在低级阶段 认识表现为感性的 在高级阶段 认识表现为理性的 但任何阶段 都是同一个认识过程中的阶段 感性和理性 二者的性质不同 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 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 同理起来的 我们的实践证明 感觉到的东西 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 只有理解的东西 才更深刻地感觉它 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 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 一点也不能离开世界 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 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 即生活与实践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 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不能在中间社会 就与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 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 开明这种世界 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 就与先具体的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 某些特异的规律 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 还未到了开明这种世界 只有列宁和斯大林 只能担当此相任务 马克思 登格斯 列宁 斯大林 之所以能够做出他们的理论 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 主要的是 他们亲自参加到当时的阶级斗争 和科学实验的世界 没有这最后一个条件 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 在技术部发达的古代是一句空话 在技术发达的现代 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 然而真正清知的是 天下实践者的人 那些人 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 经过文字和基础的传达 都达于秀才之手 秀才能间接地知天下事 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 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 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 才能接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 也是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斗争中 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他们 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 不过有些人不一般去的说些反对的话吧 世上最可笑的是哪些知识离手 有了道听图书的一知半解 便自分为天下第一 世俗见其不自然而已 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 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 决定的需要得到实际反面 诚实和谦逊的态度 你要有知识 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 你要知道彼此的滋味 你就得变革彼此 亲口吃一吃 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通性质 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 变革原子的情况 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 你就得参加革命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待人不能试试直接经验 事实上 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 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语的知识 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 如果在古人外人 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便宜所处的条件 科学的抽象 是科学的反应了客观的事物 那么这些知识是可靠的 否则就是不可靠的 所以一个人的知识 不外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部分 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 在人自认为直接经验 因此旧知识的总体出来 无论何种知识 都是不能离开世界经验的 任何知识的来源 在于人的肉体感官 对客观外气的感觉 否认了这个感觉 否认了直接经验 否认了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 它就不是唯物论者 知识离手之所以可笑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 不如虎学焉得虎子 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 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 离开世界的认识 是不可能的